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教你如何追牡羊女 我知道我知道 我之前有做過一次怎麼追牡羊女 這次是想要做有字幕版的 和讓觀念更簡單明瞭一點 所以決定出2.0 那我們看下去 首先呢 牡羊座是一個很直來直往的星座 應該說他的情緒來得很快 也去得很快 他喜歡你的話 你跟他互動一定感覺的出來 我不用說你也會知道 可是你假如跟他耗太久 可能一下子他就忍掉了 你就沒了 我這不是說你要腦衝跟他告白 牡羊女跟我在一起嫁給我吧 不是這樣 你真的這樣做還真的成功設下一個寶寶 那… 恭喜恭喜 但我還是不建議去這樣做 你可以做的是 跟他互動之中 不要隨著他的情緒去起伏 常常被他帶著走 而相反的是你去帶領他 我不是說他很瘋 你要比他更瘋 而是跟他互動之中 你像大哥哥對待小妹妹 你可以安排所有的活動 跟他互動不被他的情緒影響 能清楚表達你的想法 不會去害怕不敢說什麼 這就像假如一個小妹妹不想吃飯 挑食摔碗盤 你總不會也跟他一起摔碗盤亂吵亂鬧 而是遇到這種情況 理性的去做正確的事情 把碗盤拿起來 等他情緒穩定 再跟他聊為什麼要這樣做 知道問題去解決問題 你敢於去領導他 當然跟女生互動都是要領導對方 不過跟牡羊女相處 大部分他們都是比較開朗陽剛的 你個性很中立 絕對很容易被他帶著走 領導不是說一定要對方聽你的話 而是你開第一槍 你出想法 你走第一步 讓他跟上你 不是讓對方去想要幹嘛 讓自己把整個互動的責任都扛起來 舉個例子 就是你們約會 要吃什麼 你可以說你想吃拉麵 至於是要吃什麼拉麵 他有想法 可以讓他決定吃哪家 他沒有想法 就你來決定 這就是你走第一步 之後他跟上 那假如他鳥都不鳥我呢? 那就吃別的或是改活動 又或是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出來 那就代表你跟他還沒創造出吸引 繼續多聊聊再去做邀約 不過約對方不要用拜託跟肯求 這非常重要 領導也包含了牽手 肢體接觸 你都要當第一個 牡羊女雖然很直接 不過這種事情 你還是要當主動的一方 不要幻想女生會主動 這不是SOD劇情 別鬧了 還有牡羊女因為比較直接 你不要被他單純直接撒白甜的外表騙了 他常常會講話去挑戰你的框架 來了解你的價值觀 像 我不喜歡穿著像你這樣的男生 假如你很容易被影響 你會反問 那我要穿什麼比較好 你假如不受影響 你會回 嗯 我剛剛說那家店真的蠻猛的 你真的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選擇忽略這問題 或是 可是我很喜歡你今天的打扮耶 我覺得超正的 那我們今天走在路上 是不是很不搭啊 那你現在離我10公尺的距離走路好了 快快快 這個情緒也是我不在乎你說什麼 反開他一點玩笑 不過這些都是要好玩的情緒 笑著說不是生氣的說 或是真的很在意 情緒很重要 這要記得 最後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這不只是對母羊女 應該說對任何人都是 你要給予自己權利 讓自己值得讓女生對你好 你值得跟每一個人平起平坐的聊天 不要對方跟你聊天你就覺得好像撿到寶物 像是明星在跟你這個煩人說話一樣 要用的心態是沒有誰高誰低 我知道你是我的菜 你也知道我喜歡你 不過我不會用肯求拜託的態度去面對你 我只是去分享我是怎樣的人 我的生活是怎樣 我喜歡什麼 我也了解你是怎樣的人 我們適不適合去交往 所以我們出來約會 總結 情緒不要被影響 去領導對方 給自己權力資格去跟對方互動 好 那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